大家好 我們這個番外編是做什麼的呢?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看一下 因為其實我大約在九至十年前 都在大阪附近生活過一段時間 這裡就不是我住的地方 但當時很多時候都會有需要來到這裡 一起去回憶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跟我一起來吧 我來這裡生活的那個年代 是很多人都會喜歡用單車去代步 因為可能交通比較貴 雖然現在都多 但是我感覺上以前是更加多的 我以前也是有單車的 然後我記得我沿途經過這裡 我就看一看電話 然後抬頭已經撞了那個樹 那你有沒有跟別人說對不起? 沒有 現在是報班機 講人文了,謝謝 謝謝 好了,那為什麼我們會去剛剛那個位呢? 剛剛那個位其實前身是 一間叫YMCA的日本語學校 話說我在大概九年至十年前 我來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 那時候也有去過語言學校 因為來到日本 你不懂得說日文 真的很吃虧 好像跟別人溝通不到 當然啦,我日文都是好事 都是基本的 剛剛經過以前的學校 其實門面是沒有變的 招牌變了 現在變了一間高等學校 日本人班的學校 門口有個保安叔叔 跟他聊了 他又很好人 他說原來現在 那間日本語學校 那些人、老師 搬了去第二個校舍 已經沒有我以前的老師 和職員都沒有 那我原本呢 都以為這間學校已經倒閉了 或者是變了另一間公司 如果你們有留意 這一集的話 我有個台灣的朋友 小熊 其實我們就在那裡 語言學校裡認識的 他就告訴我 啊,我們這間學校 他回到那裡已經沒有了 已經不在那裡了 所以就令到我以為 會不會是整座建築文已經拆了 或者是改裝過呢? 但其實剛剛回去 那座東西的樣子完全是沒有變的 都跟我記憶中一樣 甚至乎附近那些店 那些便利店 都是在一樣的位置 只是那個階段不同了 所以是有仿余格勢的感覺 可能有一塊地方 你以前每天都去的 可能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你再回去 我想都會有這種 回憶的味道 這種感覺 我記得這個店位 以前是玩彈珠機 好像有些老虎機 有些賭博成分的 遊戲中心 那時候我沒有進去的 因為那時候我還未夠18歲 我記得門口放了很多單車 裡面這裡都是放單車 在日本你拍單車 很多時候都要付錢 但這裡是不用付錢的 或者有時候你非法拍單車 他就會搬走你的單車 然後可能扭張紙 說你車已經被搬走了 你要拿 你就去哪裡拿 好像要罰錢 我記得那時候 被我發現這裡 是不用錢的 還有很多人在這裡 誰知你非法還是合法 他不知道時間 但有些人會很厲害 有些人放得很久 他會知道時間 就會拿了你的車 但這裡太多 他就不知道 大家看到這裡有很多單車 就是剛剛我所說 不用付錢 你可以拍單車 你們可能都會覺得 嘩很多 但我告訴你 10年前 搬人 更多人搬單車 那時候是一輛和一輛 是拍到買一買 然後你要拿單車出來 是搬走別人的車 你們不要學 那時候我記得 我很多時候都在搬單車 而且在臨走之前 我真的沒有辦法 出去戴相機 那我就很賤格 很衰格 把車都留在這裡 當然現在九年十年 已經過去了 已經找不回了 但這也是 蕭北庚市的時候 的一些回憶 這裡就是 學校附近的 韓式料理店 有印象的家 那麼久 我還記得 我在角落頭的位置 跟那時候的朋友 都是白白癡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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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 如果你們還記得我 不知道你們還記得 這家薩利亞 這家薩利亞的東西又便宜 又好吃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經常都在那裏 吃完東西之後 就很高 因為為什麼呢 除了吃東西之外 這些日圓 可以買去飲品的方法 因為它不限時的 所以很適合沒有錢的留學生 平常都是回憶之一 24小時開的漫畫cafe 因為它除了一看漫畫 還有洗澡 我真的試過 這個我也去過 這個卡拉OK 就是下面那層 我也去過 其實這兩個 我很獨家串 我經常都自己去的 好了 那這次大阪的番外片 先聊到這麼多 如果你是我當時 一起上學的朋友 如果你認得我 又有緣看了這條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或者inbox我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再見回你們 希望你們有美好的人生 或者其他觀眾的朋友 有什麼想要跟我們說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inbox我自己 喜歡這條片 不喜歡這條片的人 都幫我們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先說到這裡 看下個旅程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